有一種掛念是不分日夜 夫妻兩人 無兒無女相伴三十年 直到太太中風安置到養老院 才不得已分居兩地 無爺爺八十二歲了 要習慣獨居的日子 管制令期間外出時 還被誤認為流亂漢 強迫被送進臨時收容中心 行動不再自由 唯一讓他擔心的依舊是太太 就要請幫我照顧我太太 好 好 誰知這一別就是永遠 妻子因為跌倒而往生 我們就會安排師兄姐 來那個殯儀館那邊陪伴他 然後再送他回去再接他上來 包括到進行那個火葬儀式 我們都一直有陪伴在他身旁 給他一個支持的力量 情情道別往後的日子 吳爺爺並不孤單 大家有心找到了適合他的老人院 為什麼要把他搬出來 那邊沒有啊 那邊我怕沒有啊 你現在要去哪裡 老人院呢 為什麼要搬去老人院 很難啊 走路現在很辛苦啊 走路又不可以啊 走路很辛苦啊 因為他目前他身體很衰弱啊 他在家的時候呢 因為三餐就成問題啊 他自己也不方便煮 然後他出去打包的話呢 需要走一段路啊 那路程滿遠的 身心都能安頓彼此也相約 要時常來探望 一如他對太太的情深意重 帶來新聞馬來西亞綜合報導